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外交的忙碌场景不是偶然的 在您看来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何以涌动 春之潮 继续的外交热 放华热潮透露出哪些新动向 释放何种信号 的确 我们看这段时期的中国外交 可以说是春潮涌动 春意盎然 应该说呈现出了一些特点 我们简单概括 可以说大小远近 这四个方向都有覆盖 比如说大国 我们看到不仅印尼的当选总统普拉伯奥访华 而且法国的外长 而且现在正在进行的德国总理苏尔什的访华等等 都体现了大国之间的频繁的互动 还有包括美国的财长耶伦 以及接下来中俄之间的一系列密集的高层互动 同时我们看到小国 最近可能对很多中国朋友来说 一些此前并不太熟悉的国家的名称频繁的出现 比如说老鲁 比如说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等等 还有我们看到远方 有彭治远方来 不亦乐乎 你看我们有拉美国家的苏里南领导人来访 如果说到近 我们看到东南亚国家 东盟国家的领导人和高官 也是频繁的来华进行互动 所以从大小远近 这四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出来 中国外交现在它的吸引力 它的能见度 它的影响力 包括它的塑造力都在不断的提高和加强 各方都看到了中国的稳定和发展 给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最大的确定性 同时中国方面我们现在正在履行 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该做到的义务 我们在地区冲突和一些安全问题上 我们始终坚持一个客观 公正 平衡的立场 所以这样的形象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尊重和认可 所以无论是在经济合作 还是在需求 还是在需要找到共同的解决安全问题的方案上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影响力 包括中国能够提供的解决方案 这种说服力都在不断的增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时期的中国外交的活跃 恰恰表明了中国综合实力的一个稳步上升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的稳步的提高 好的 那在近期平密的外国政要访华中 德国总理索尔茨的访华之力备受关注 应立强总理邀请 索尔茨于4月14日至16日 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这是他时隔禁两年后的再度访华 您如何看待和评价索尔茨此访 在此访中 中德双方沟通的议题中 您以为其中的焦点是什么 这次访问对中德关系未来发展 将产生哪些影响呢 首先我们知道德国是欧洲最大经济体 也是目前在西方国家中 比较有影响 有分量的一个大国 而中德之间的关系一来比较紧密 尤其是在经贸领域 我们知道从2016年到现在 中国一直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次苏尔茨总理来访和他上次相比 我想无论是在具体的行程安排 还是在这次访问涉及到的内容 以及他想要传递出的信号方面 都是一个所谓的升级版和扩大版 这次苏尔茨总理来访 他的代表团组成和此前相比 有了进一步的扩充 比如说除了仍然会有一个 阵容豪华的经贸代表团以外 这次苏尔茨总理还特意带上了三位内阁部长 分别负责环境 农业和交通事务的内阁成员 我们知道这也表明 中德双方接下来在环境保护 在应对气候变化 在应对能源转型 以及数字转型 包括双方扩大农产品合作方面 都会有进一步的积极的举措 再一个我们看到这次苏尔茨总理的来访 和以往相比 他的内容大大的扩充 除了北京以外 还到访重庆和上海 而且除了和当地的德国 中德的合资企业进行交流以外 苏尔茨总理这次访问 还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内容 但是我想无论德国方面的政治生态如何变化 无论德国三党联合政府如何磨合 中德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实实在在的 而且对德国方面来说 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关系 应该说是对德国来说 是最合理 也是最现实的一个出入 我想随着中德之间的一系列的高层互动 尤其是这次苏尔茨总理访华 释放出的一些积极稳定的信号 接下来中德关系会进一步克服 一些这个主要是德方的一些不利的因素 能够更好的锚定在合作共赢 务实合作的这个轨道上 好的 那近期德国总理 法国外长等欧洲政要相继返华 你以为中欧之间保持密切互动 对于双方关系发展有何作用 从德法政要的返华看 中欧之间当前的焦点议题是什么 未来中欧将如何更好的实现互利合作 开放共赢 长期以来其实中国方面始终是站在战略高度 来重视发展和欧洲的关系 我们知道现在不仅中欧之间有着密切的经贸合作 而且现在双方在政治外交 在人文交流方面也有着很牢固的基础 十年以来我们看到中方是始终坚持这样一个政策定位 始终把欧洲视为中国外交最重要最优先的方向之一 在这个背景下 尽管我们知道近些年来 中欧关系经受住了新冠疫情 包括敌人政治冲突加剧等等一系列考验 应该说现在体现出了非常强大的韧性 现在双方在经贸领域仍然保持着高水平的合作 同时在战略外交领域也保持着高水平的对话 而且今年中欧人文对话重启 也进一步会推动中欧之间的各领域 尤其是民间和人文方面的进一步的交流 当然现在我想接下来 中欧关系一方面要不断的去延续 之前被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一些原则 同时要不断的应对新的挑战 尤其是双方要坚持通过合作对话的这样一种方式 来妥善积极的处理 双方关系中可能会出现的分歧和矛盾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 才能够让中欧关系始终保持在一个健康 稳定和正常运行的轨道上 而且始终能够坚持一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 当然与此同时 我觉得中欧双方也要共同努力 要共同去挖掘中欧关系发展的内生动力 要不断的增强抵御外部风险 给中欧关系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好的 那在中国的外交布局中 大国是关键 近期美国财长耶伦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前后脚相继返华 尤为受到外界关注 您如何评价中美中俄之间的最新互动 对于美俄高官近乎同期返华 有说音称中国进行了一种平衡外交 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大国之间的互动 可以说是近期中国外交的一大看点 尤其是我们知道在中俄中美之间的这种互动 很大程度上实际上不仅关系到双边关系 更关系到整个国际形势的总体稳定 尤其是在中美关系领域 在去年两国领导人提出了九星三院定之后 尽管近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有些部门有些机构 仍然在对华搞一些小动作 但是中美关系的确实现了一个总体稳定 而且接下来 中美之间不仅在双边领域 我觉得在地区和全球领域 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更加协调和合作的潜力 可以挖掘 至于中俄关系 我们知道中俄关系是对双方来说 都是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 而且也是重要的一对邻国之间的关系 所以中国在处理对俄罗斯的关系的时候 始终是本责负责任 而且是本责推动双边关系良性发展的这样一个立场 中国关系即便现在处于一个新的环境和背景下 但是它自身的发展也会不断地向前推进 我想作为一个大国 中国之所以把建立一个总体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 看得如此重要 是因为中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 就像习主义所说 大要有大的样子 这个大国它首先体现在 不是去获得更大的权力 也不是去分享更多的财富 而是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好的 远亲不如近邻 中国和周边国家是搬不走的邻居 4月以来都为东南亚政要也相继访华 掀起了东南亚国家政坛的访华潮 您如何评价近期中国与周边东南亚国家的交往 今年是和平共处五线原则发表70周年 您认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交往 走出了怎样的亚洲相处之道 对国家间交往有何借鉴意义呢 我们知道在咱们中国的整体外交部局中 周边国家始终处在一个非常重要和突出的位置 近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和周边国家的互动有明显的提高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不仅成为了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其实也成为了周边国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发展 最大的一个信心的来源 我们现在中国和周边国家 不仅要持续地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而且我们现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目标 那就是要共建双边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现在和东盟以及其他一些周边国家 在这个方向上的推进 应该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但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就不仅仅具有双边层面的含义 而且具有了要进一步维护地区稳定 要确保周边国家和地区共同 或者说始终把发展作为最优先的方向 而不去受到一些外来势力的干预和挑拨 对我们来说 始终把周边作为我们安身立命之所 始终把在亚太地区 在周边国家之中承担大国责任 放在优先的位置 我想中国不仅会为自己营造出一个 更良好的周边外交环境 而且还可以为这个世界提供一个良好的典范 好的 明白 那本轮的外交热潮中 太平亚到国与中国的互动也十分热络 比如老鲁总统在两国复交 两个月后即访问中国 密克罗尼斯亚联邦的总统 也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虽然先隔甚远 却依然能保持密切交往 您认为双方的契合点在哪里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友好交往 体现出中国外交的什么品格 对国际社会有哪些启示 近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和这些南太平洋国家之间的互动 越来越密切 我想一方面这是双方共同需要寻求合作 它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因为这些南太国家 他们自身有自身的发展诉求 但是长期以来 在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中 得不到合理的发展权利 但是现在中国 无论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 还是通过其他的双边层面的合作 中国都愿意能够为这些国家的发展 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 所以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 另一个方面 我觉得这也是咱们中国这些年发展 它的吸引力影响力不断辐射 不断扩展的这样一个明显的体现 因为我们现在的经贸合作 可以说遍布全球 而且我们的无论是基建工程 包括我们的双边的投资项目 可以说覆盖到世界的方方面面 在这个情况下 我想这些南太国家 自然把中国看作是 能够和他们未来一块实现共同发展 同时加强和中国的合作和沟通 也有利于他们来拓展自身的外交空间 能够更好的通过和中国的合作 参与到地区和世界事务的讨论中来 所以我想中国和南太国家 这种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和交往 体现了中国在处理和小国的关系上 始终坚持一种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而且尊重各方的主权和发展权力 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目标 好的 建设性参与解决国际热点 是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残忍理事国的应尽责任 在持续的反华热潮中 中方也不断就巴以问题 欧乌冲突等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发生 而外界也认为 各方也希望通过反华听到中国声音 期待中国在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上 发挥更大作用 您对此怎么看 当今世界正处于变乱交织的十字路口 一方面中国正在不断地给世界 提供一个稳定发展的信心和确定性 但是同时我们看到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 现在不断地出现动荡和混乱 而且这些动荡和混乱 还有可能会延宕甚至升级 在这个背景下 我们看到一方面 中国通过自身的能力 不断地去维护和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 同时也不断地通过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保持一种客观公正平衡的立场 去积极地应对这些此起彼伏的冲突 我们看到在欧欧冲突上 中国西路西不仅提出了四个应该 在八亿冲突问题上 中国方面从联合国宪章中止原则出发 始终强调各方之间要本着相互尊重 相互平等的态度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 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 俄乌和八亿两场冲突还有不断升级的风险 所以一方面尽量让各方保持克制 不要让事态升级 我觉得这是中方的一个基本立场 同时要从标本兼制的立场出发 找到解决地区冲突 频发的这样一些症结 同时要更好的在国际社会 形成一个推动劝和促谈 推动构建更持久安全架构的这样一个努力 所以我想中国的外交不仅是在不断的营造 春意盎然的这样一个场景 中国外交也在不断的砥砺前行 然后敢于当当 在不断的在一些艰难困苦的方向 做出自己应该做出的成绩 好的 当前外界有一些担忧中国发展前景的声音 但近期返华的外国人士中 苹果高通奔驰等跨国公司高管 普遍表示看好中国 您或看待外企高管密集反华现象 中国对外资企业有哪些磁吸力 外商投资是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共同繁荣的重要力量 您以为后续中国应采取那些措施 更大力度的吸引和利用外资 目前的情况下 在整个世界经济处于一个复苏乏力的情况下 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姿态 其实再一次给当前世界经济的复苏 提供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动力来源 我们看到在去年 中国经济的增长供选率 仍然是超过了三分之一 这也是中国方面现在持续的吸引到 来自世界各地投资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原因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 我们是拥有巨大市场的这样一个经济体 只要中国经济保持一个稳健的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国内市场消费的不断升级 就一定会对外资 对其他国家的企业和产品 形成一个强大的稳定的吸引力 近两年我们看到中国政府 接连释放了一些进一步扩大开放 然后加大市场准入的一系列利好的措施 现在不仅是在制造业领域 中国方面已经完全放开 在所谓的股比配置 在股权架构上 对外资体现出了更多的吸引力 同时中国政府也在积极认真的推动 其他一些领域的开放 比如说随着服务业 随着银行医疗等等这样一些行业 所以我们看到 最近一段时期 比如说制造业或者说 其他一些行业的投资 有持续增长之外 现在来自于国外的第三产业 比如说医疗服务 保险金融等等 这些行业的投资者 对中国市场的兴趣 也在直线上升 中国的持续发展 除了给世界经济创造更多的稳定来源 提供更多的稳定支撑之外 其实中国现在我们看到在各个领域实现的这样一些迅速发展 包括在一些新制生产力 在一些新的像电动车 像智能制造等等方面体现出来的技术优势 我觉得也在对外资 对外商形成新的吸引力 在他们看来 中国不再仅仅是一个大的市场 中国也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宝库 中国也是一个 能够为未来的科技创新 提供更大动力的这样一个主要的来源 所以我想今后 对我们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来说 我们不仅要通过市场吸引力 去吸引外商外资 我们还要通过我们的人才优势 通过我们的创新机制等等 来对外商外资形成一个综合的吸引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 才能够确保我们中国的经济 始终走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也能够确保我们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 始终处在一个良性互动 相互促进 相互成就的这样一个状态 好的 非常感谢崔永健教授接受我们的专访 各位观众 本期的中国焦点命令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